老挝是东南亚唯一的内陆国家 它与中国、泰国、缅甸、柬埔寨和越南接壤 冷战期间 美国在老挝投下了2.7亿枚极数炸弹 超过了二战期间投下的所有炸弹的总和 老挝是历史上遭遇轰炸最严重的国家 美国的冷战炸弹已经造成大约5万老挝人死亡或受伤 98%是平民 其中近一半是儿童 美国在冷战期间 从1964年到1973年轰炸老挝 美国投下的炸弹中约有三分之一 仍留在老挝 这些都还没有引爆 有人说 美国留下了大约8000万枚炸弹 里面装满了滚珠轴承 这些滚珠轴承增加了爆炸中释放的弹片的数量 这种未爆炸物正在对老挝人造成严重的破坏 他们仍然生活在对引爆休眠炸弹的恐惧中 老挝作为农业国家 这些未引爆的炸弹对他们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影响 因为22%的爆炸是在挖地的时候引发的 休眠炸弹还影响老挝的采矿水电项目 林业以及学校和诊所的建设 老挝每年都要拿出一部分资金 用在排雷工作和医疗方面 一些人因为误碰了埋在地里的炸弹造成了伤残 幸存者往往没有能力充分发挥生产力 鉴于此 有一些国际救济和发展组织在老挝协助排雷 以帮助减轻未来未爆炸炸弹的悲剧 炸弹外壳在老挝许多贫困村庄用来制造耐用的建筑材料 因为那里的金属既昂贵又稀有 除建筑材料外 老挝人还把炸弹外壳用来制作花盆 通过这些人和老挝当地人的共同努力 可用于耕种和建造厂房的土地有所增加 每年的伤亡率从大约300人下降到50人以内 目前清除老挝土壤中 未爆炸炸弹的工作仍在继续 他们计划到2030年实现老挝境内 消除所有未爆炸弹药的目标 老挝至今还没有从冷战期间的轰炸中 完全恢复过来